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今晚我们注定相遇 命运就从这里开始 李掌博单元要介绍 Fate系列作品哦 演唱了FateZero主题曲的歌手 Lisa也有很多精彩作品 一起在纳卡西听歌吧 今天李掌博的关键字由 命运 圣杯还有主从关键 先来听首歌曲 马上进入大人之月的第二个主题 动画Fate Stay Night OP1 由Tai Nakasachi所演唱的 Dissolution 欢迎来到李掌博报告 今天永博 Lua Hallelujah就出差去了 所以电波里在一起的 家里没大的咯 既然家里没大人的话 那我们就是大人咯 是不是可以聊一点大人的话题呢 没错 我们已经接到好几位听众的意见 说是好想听我们李明聊聊某部作品哦 而且这部作品的前传 不就是一部阴险诡诀 机关用尽的大人的作品吗 不如就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聊聊Fate Stay Night 与他的前传Fate Zero 这一系列作品咯 这样也算大人的话题吗 蛮大人的啊 算了啦 在进入主题之前 你们出个声吧 我了解了 Saba 帮我取得胜利吧 哈喽 我是小梦 哼 觉悟吧 X Calibar 我是大内 Saba 巴萨卡 我是达人组的Melon 至少用你那副惨样 让本大爷高兴一下吧 杂种 安安 我是那卡西组的卡卢 等等 家里一枚大人 不同组别的人 就自然而然集结在这里了 难道这也是Fate 命运的安排吗 没错 我的好处优 是命运牵引了我们两个 一起来到里长博报告耍厨 耶 就好像Fate系列作品中的 七个Master 魔术师 与七个Servant 随众 受到命运牵引 而不得不在圣杯战争当中 互相厮杀一样 诶 就如Melon所说的 Fate系列作品就是环绕在 七个魔术师在东木市这个城市 为了抢夺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圣杯 所以透过圣杯的魔力 各自召唤一位传说中的英雄 作为随众进行战斗 来得到圣杯奖的故事 而因为随众的力量实在太强大 真的打起来的话 可是各种刀工剑影啊 甚至可能一瞬间夺去 许多人的生命 所以这场争夺战就叫做 圣杯战争啦 嗯 其实Fate系列作品的原作 是由耐虚蘑菇编剧 Type Moon发行的电子小说 全名是Fate Stay Night 后来也被改编成动画 漫画典型式 而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Fate的三部动画版作品 分别是06年的Fate Stay Night 11年的Fate Zero 以及14年的Fate Stay Night Unlimited Blade Works 简称UBW 这三部 其中Zero虽然是Stay Night的前传 但它创作的时间 其实是比较晚的哦 而且先看完Stay Night 再回头看Zero的话 会有一种恍然大过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从本传谈起吧 好的 就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Stay Night原本是Type Moon 在04年发行 在PC上的绅士游戏 融入亚瑟王的传说故事 以及基督教中著名的圣杯 发展出新颖的世界观 而且还让亚瑟王变成金发美女 我的菜呼呼 一推出就广受欢迎 到了06年便有动画公司 Studio Dean改编成动画咯 嗯 我就是从06年动画 开始认识Fate的 Stay Night的主角是一个平凡 但不普通的高中生 卫公侍郎 他的养父卫公切四 在十年前发生在 东牧师的一场大火当中 把侍郎救了起来 所以侍郎就觉得 哇 爸爸是英雄 我长大以后 要像爸爸一样拯救世界 十分钟二的剧情 就这样展开咯 虽然他爸看起来 的确是个很有安全感的 忧郁大叔 也真的拯救了侍郎 可是在侍郎的回想当中 他总是一直强调 如果你想要救某个人 你就势必要牺牲掉 另一些人 你永远没办法拯救全世界 这个观念 却又没有把原因讲清楚 这也就成为了一个伏笔 后来Fate Zero 也就从这里开始发挥咯 我们等一下就会告诉大家 这样的温柔大叔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不过在Stay Night里面呢 他爸切四 始终没有告诉侍郎过去的事 只随便教他一些基本的魔术 来应付令付而已 因为他其实是希望 侍郎可以平安地长大 不要卷进魔术师之间的 邪恶争斗 但是即使切四 没有太认真地在教侍郎 他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究竟是命运的捉弄 还是冥冥之中 自由安排 卫攻侍郎 还是不小心把随众召唤出奶 正式加入圣碑战争了啦 加入圣碑战争的卫攻侍郎 究竟还会遇到怎样的重重险阻呢 究竟 让我们先听首歌 再继续听下去 动画《非Stay Night》的ED 由树海演唱的 Aなたがいたもり 不小心卷入圣碑战争的侍郎 得知圣碑战争竟然是这样打打杀杀 最后一定要人死掉的战斗 本来不能接受 但是在圣碑战争的监督者 神父严峰齐里的说明下 他意识到 如果自己不赢得这场战争 那么得到圣碑的人 就会是其他的血门歪道啦 如果圣碑被用来做坏事就不好了 不好了 为了拯救世界 他终于决定要认真参战 展开与其他魔兽士的攻防 好中啊 就是这么中啊 不过到底为什么要有圣碑战争呢 这个问题仍然一直留在侍郎的心中 随着战斗进行 站到最后终于挖掘出圣碑的真相 至于结局呢 因为06年的Stay Night 跟14年的UBW的剧情 是对应到游戏原作的不同路线 所以剧情跟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可以自行补完 这里就先不捏大家啦 感觉14年的版本比较多人推荐 因为06年的版本呢 对白稍嫌中二 其实很中二 其实有人会觉得 06年的制作组呢 硬是把不同路线的剧情 塞到同一个故事里面 有点突兀呢 是14年的制作组U4 Table 因为有了空之境界剧场版 还有11年的Fate Zero的制作经验 整体完成度比06年高很多 角色对白的中二度呢 也大减 作画品质也提高非常多 嗯 对06年的版本 有点像是试金石啦 但至少还是有把世界观描绘出来 带领很多人进入Fate的世界 穿井线四制作的音乐 也让很多人难以忘怀哦 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看看 嗯 除了剧情架构以外 我觉得Fate这部作品 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 七位萨粉斗随纵了 在每一次的圣杯战争当中 魔术师们会召唤出七位 有不同位阶的随纵 例如Sabre 剑兵 Archer 弓兵 巴萨卡 狂战士等等 每个萨凡斗都有鲜明的个性 还有悲情的前世 嗯 才会想要透过圣杯战争 来完成自己未了的遗愿 而且很帅 很帅 很帅 他的遗愿则是 在得到能够发挥他真本式的武器之后 可以来一场骑士之间的战斗 但他前世却很早就死掉了QQ 不同的英雄 有着不同的个性哦 在县世的执着也就不太相同了哦 Fate系列故事还有一个设定 那就是Master 魔术师手上的三个令咒 魔术师是提供随纵魔力 让他们得以在县世生存的关键角色 而且还要对随纵下达战斗的指示 如果随纵不听从的话 魔术师就可以用令咒强制对随纵下达 三次绝对服从命令的要求 而随着魔术师们的个性和野心的不同 也就让随纵的战斗方式产生很大的差异咯 对 比方说像侍郎这种想拯救世界的中二 就会将令咒用在阻止他的随纵Saber 跟其他随纵战斗这种很无聊的事情上面 超无聊 超级无聊 不过话又说回来跟侍郎同年龄的 优秀美貌女高中生魔术师原版令 而且还是个傲娇 所以也曾经做过差不多的事情就是了 他竟然为了叫他的随纵工兵Archer 不可以反抗他 就浪费掉一个令咒 哦天呐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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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这种傲傲娇娇的大小姐脾气 根本我的菜 你菜好多啊 没错 没发现了 不过身为优秀魔术师后代的原版令 也是抱持着有点哀伤的动机来参加圣杯战争的 这在14年的UBW才有比较多的描绘 嗯 好啦 所以说Stay Night真的很中二 还是有沉重的一命啊 这就是命啊 Fate 来听一首14年UBW的ED 由卡拉菲娜演唱的Believe 就算颠覆所有物理法则 也要谈一场跨越次元的恋爱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李长博报告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命运从这里开始 Fate系列动画作品 刚刚聊过了Fate Stay Night的故事主轴 世界观还有角色们 现在要来聊聊他的前传 也就是Fate Zero咯 这部作品是在本传推出之后两年 以轻小说的形式问世 作者呢 竟然是以动画魔法少女小园的剧本文明 动漫界的虚渊玄 说起来前传跟本传的作者是不同人 这一点算是蛮少见的哦 当初是因为虚渊玄与Fate原作者Type Moon 进行联合企划 在同人场Komike发行了小说 第四次圣碑战争秘画 获得好评才有了后续的合作 哎呀 看过虚渊作品的人就知道 他的风格通常比较黑暗 该发便当给角色下场休息的时候 毫不留情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 王道家阳光作品的人 一开始应该会不太能接受吧 不过既然主题都已经是圣碑战争了 我个人还是希望能看到战争的感觉啊 这也是ZERO很被推崇的地方啦 2011年被改编成动画之后 除了本身够黑暗的剧情以外 YouFootable精致的作画 又再加上节奏紧凑又华丽的战斗场景 还有微朴的音乐 对 立刻点燃粉丝们心中的疯狂火焰 虽然我们这么形容 Maybe会让本传的粉丝有点不开心啦 但是大部分读者给这个前传的评价 到后来据说有在慢慢超越本传哦 毕竟ZERO的主角们 在年纪 个性 还有参战的目的上 就跟Stay Night那群屁孩很不一样 刚才讲到侍郎他那既温柔 又有忧郁大叔属性的养父 未公切死 对 他一直搞神秘 没有告诉侍郎十年前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对吧 原来未公切死他 十年前 曾经是参加了圣杯战争的魔术师之一 这会把侍郎搞得想要成为英雄的大叔切死 因为他小时候经历了悲惨的过去 所以希望能够亲手实现正义 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很极端 简单来说 他都是拯救多数 牺牲少数 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去判断要牺牲哪一边 所以参加圣杯战争的时候 为了得到圣杯 实现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世界和平 过程中不管是跟哪一个master对打 或是即使要牺牲一些民众 他也在所不惜 你可能会觉得他的愿望充满矛盾 可是徐温玄却描绘了不少切死的心路历程 我看到最后 觉得我还蛮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当初切四在召唤随众的时候 他召唤出SAVA 就让切四很不满 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反差 因为ZERO这个时间点呢 SAVA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骑士 反观切四呢 他会为了赢而不择手段 他做的很多事情真的会让你觉得 乐死 对 但在这些所作所为的背后呢 却又有错终复杂 错终复杂 错终复杂的原因 我觉得这就是徐温玄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不是只描写人物表面的行为 连行为背后的那个纵身都有顾到 对 ZERO里面的人物性格看起来是很立体的 像是刚才在介绍Stay Night 有提到的监督者 颜峰奇里也是 他十年前也在很近的距离观察圣杯战争 但是却受到当时的阿恰 技嘉美修的诱惑 最后整个人走歪掉 还杀了人 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动态的演变 这在Stay Night当中就很少看到 真的 虽然可能很难说ZERO这部作品 多有文学性啊 也蛮难讲 不过我觉得徐温他还是把商业小说的水准 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把故事写得黑暗是一回事 故事黑暗 但是剧情上又充满辩证 角色也随着辩证的过程而产生变化 这又是一个更难的工作 而且还要合理 对 还要合理哦 很不容易哦 今天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了 Fate Stay Night以及Fate Zero系列动画的 梗盖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个时间来补个坑吧 最后来听一首动画Fate Zero的伊丽 空は高く 風は歌う 听众很想问之 答非所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梦 又到了答非所问的单元了 今天提问的听众是彼得帕克 他想要请问全体的李明们 请问什么时候才要介绍死亡笔记本呢 因为那部超好看的 然后我每天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每天 不过这么说来这个月的主题是大人之月 好像很适合介绍死亡笔记本耶 不过目前确定播出的主题中 好像没有排进死亡笔记本耶 但是也不用太难过 就像今天播出的Fate一样 千呼万唤使出来 好作品一定会有机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聊的哦 是啊 常常有很热心的听众私讯来推坑 或是希望李明可以讨论哪部作品 我们李明都接收到咯 但是还是请大家多给点时间 让我们补完坑吧 毕竟要跟大家分享一部作品 也是要做很多准备的哦 以上 答非所问 我们下周再见 但是在圣杯战争的监督者 神父严峰起立的说明下 我打起来 是起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打起来 我打起来 严峰起立 他的名字好起立啊 对不起 礼物理 我讲完之后有点 对不起 等一下是 起立 礼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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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对起立有这种想法 有起立的坏法 他讲完之后甚至有这种 这个NG可以用吗 哈哈哈哈 连峰起立